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上最後一堂課 請各位打拍記15章 高度經濟成長期一直到現代的日本文化 其實大家比較接觸到 所以可能沒有比較有長的這個歷史 所以大概很簡單的帶過去就可以了 主要在第15章裡面 跟各位介紹一個是電影 還有一個就是跟電影相關的產業 有了電影 主要電影是來自於導演 所以有一些名導演 他們對電影的影響 還有產生了一些STAR 這些影星 那這個 其實 日本在 經濟高度成長期之後 之前我們有提過那個 所謂的無聲電影 但是呢 這個 這個無聲電影其實 1930年代 應該算是 最巔峰的一個時期 那最後呢 它又 又 向下沉了 那1950年代開始 又酷火了 大概是這樣 那電影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電影 那當然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好像是李安一個人獨走在世界的尖端 雖然他來自台灣 可是他的作品 他的成名 整個歷練可能不是在台灣 雖然最近的那部電影是在台灣拍的 可是我們的電影的產業 怎麼樣去跟國外人來做一個比較 然後怎麼樣去振興 我覺得 這是全民要努力的 不是只有那個 好像電影業界的人在喊話 那事實上政府也做得滿少的 制度也好 各方面 財力也好 都不夠 所以 李安每次回來 他都會接受到人家 要給他什麼什麼光環 其實他很不需要 所以他對這個文化部也好 對政府也好 每一次見面 他都用很嚴苛的一個 說是嚴苛 其實他說的是真話 所以如果要把台灣的電影 把他怎麼樣引到世界舞台 至少在基礎上要怎麼這麼做 要不要看看人家世界怎麼樣 這些我想他不斷的在講這些話 那在日本來講 他們的電影也是有相當的歷史 那電影的這個取材來自很多文學 文化的一些背景的素材 再加上他們有一些真的是水平非常高的 造詣也非常好的一些導演 所以出現了一連串的很多很多的 所謂的有名的電影 這個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不過簡單的跟各位介紹 在國際方面其實一開始 我們知道有一位石原聖太郎 就是現在是當政治人物沒有錯 可是以前他是以寫小說 為這個出名的一個作家 那他也有一個叫 這個電影1956年的時候上映 這一年剛好是我出生 那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 每一個時代的一個背景 剛好這裡又是一個空氣力 描寫一群這個年輕人在抵抗 舊有的一些道德觀念 但是這一代的這個年輕人 就被稱為太陽主 當然對當時代的這個社會 是有一些影響的 那再來我想黑澤民 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電影的導演 他一輩子導演了三十幾部電影 那這個以數字來講 他不是很多 一輩子導演三十部電影 在量來講不算多 這個人基本上是以職來取勝 所以他有很多作品 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有影響力 像這個 《Rashome》這個作品 《七五四》等等 是走向世界電影舞台的一個代表作 可以這麼說 也是把日本的電影帶到國際舞台去 一個很重要的電影導演 還有一個講法 就是他說是日本電影界的莎士比亞 可見他在日本電影界的一個份量 當然還有從日本電影的黃金十幾開始 他們就有很多所謂的男優女優 男明星 女明星 這些演員就出現了 《吉隆小百合》 現在也沒有常常出來 他在年紀比較大 我又會在電視上出現 是趙樂時代著名的一個歌手跟演員 2010貨班文化勳章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就是說 所謂影視雙七或者是三七 這樣子的一個名詞在台灣也有 但是我們所謂的藝人 在才藝這個部分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比不上日本 日本很多演員他是多才多藝人 他甚至於還是歌手 能演能唱 甚至於最後能倒 這樣子的人 在台灣不是沒有 但是在日本以比例上來講 日本還比我們多 成就比我們高的 比比屆市 那我們再看一些像電視的製作來講 台灣其實非常的粗糙 這個粗糙可能也不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那個idea 沒有人才而是捨不得花錢 不夠用心 所以製作的成本基本上很低 找兩個主持人 然後用call in的 問題是很多觀眾喜歡看 所以他的收視力結節上升 高居不下的時候 大家就把他判斷說他是一個好電 好電視節目 這個是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根本沒有什麼製作 也沒有什麼用心 兩個人就在那邊對談 然後找幾個來 東家堂、李家堂這樣的一個節目 居高不下 沒有製作成本 其實也沒有什麼水平 那這樣子的一種節目 在我們的所有的怎麼講 時段裡面都被佔滿了 那你看看日本 我們在講電視也好 或是導演也好 他導出來的這電影 其實他很有教育性 很有知識性的 他都有一個怎麼講 背後會讓讀者去做學習 或者是深層的去發掘一些 真正的知識性的東西 來有教育的功能 這個部分在台灣顯然是很少 那連觀眾我要講不客氣點 也不夠用心 看一看笑一下就好了這樣 不去思考的這個部分 我一直在想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什麼時候才能改善 那還有一個是像這種應該是怪獸的電影 在日本他們稱為那個ゴジラ 這個也是系列的 就是黑白的製作 很早就有了 我們台灣也是 日本有了以後第二年 其實我們就上演了翻譯的叫做原子恐龍 類似這樣子的這個電影 他很瘦一般特別是年輕人 喜歡看 電視 我們上次也講到就是 Lagio Hoso在1925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那之後慢慢有電影以後呢 雙頭並進 這兩個部分 要去看電影也可以 在家裡也有電視看 在這個時代 那應該比較有名的就像 Mitokomo這樣子的一個 Mitokomo算是比較有名的一個 電視劇 這個Mitokomo主角是德川光伯 水富凡的第二代的這個關係 因為他是一個民軍 所以大家把他拿來當作一個 獨角的一個素材 特別是 他是平民化的一個繁族 這個Komo為什麼叫黃門 其實黃門他是一個關子 來自於中國的 因為他有一個關子 所以後來就把他稱為黃門 那他的出生地是在水戶 他的領地 領地是在水戶 所以就成為水戶黃門 他從1964年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播放了 全部總共播了61集 那麼一開始是有這個TBS TBS這個電視台做系列的這個播放 大概每天 每一個禮拜 是禮拜一的晚上7點半 一直到7點半到8點半 就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謂的時代演技的一個播放 是很長的時間 那這個長達大概前年後後加起來有40幾年 最後其實那個電視公司倒掉了以後 換另外一家公司再去著作 後來就有松祖秀一部那個系列 繼續去把它播放下去 我知道好像光是扮演這個德州安光國的男主角 就已經換了三個還是四個 那這個劇呢 前年後後達到應該超過40年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很受到這個日本一般民眾的這個喜愛 被稱為長青的電視劇 當然現在已經沒有再播放了 那就是他聘那個朱順水為一個老師 所以朱順水在日本也變得非常的 在學問上傳播非常的有名 那比較好玩的就是說 各位都吃過拉麵 日本的拉麵 那你現在如果打兩個字 拉麵 然後再打水戶 或者是打拉麵 再打朱順水 馬上會跑出來就是說 朱順水是日本拉麵的始祖 也就是說那個拉麵是朱順水發明的 這個也許我上次有講過了 朱順水在當這個水戶房門的老師的 大概十幾年當中 我們看到文獻是德川光國曾經煮麵 煮麵給朱順水吃 那老闆煮麵給這個火計吃 就是上司煮麵給部署來吃 也不是部署 因為尊師 學生煮麵給老師吃 表示尊師重道這樣子 那朱順水煮給他吃的麵 我猜應該是現在 我們在日本稱的那個烏洞 應該是烏洞 那朱順水應該也有回請他 就是說他也會煮東西 那文獻裡面出現了一個名詞 叫做明麵 這個明是指明朝 因為朱順水向來他不喜歡清朝 所以他才逃離 才逃離出來 那所以這個他一直稱為他是一個明朝人 所以他做的麵叫做明麵 我猜這個麵可能就是現在大家所在流傳的那個拉麵吧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那些人的 這個當地人的一些生意的一個手法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一下那個安嘎 1960年代以後 像美鳳雲雀 這些比較當紅的所謂安嘎的一些明星 歌星他們是帶動了日本的這個安嘎的一個流行 那安嘎有人像裡面年輕人 大概不太喜歡聽安嘎 可是安嘎的那個歌詞裡面 他有深層的味道相當的多 仔細的去品嘗的話 其實他對於山川流水 對於男女的戀愛 對於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或者是家庭的倫理等等 他其實是有非常深厚的一種描述 就是在做那個歌詞的部分 那曲當然是他們另外有人在譜 像現在還都是經常出來的 《北島三郎》 《巴黛雅記》 《深淨儀》、《潛水寺》、《青子》等等 現在都還出來 《北島三郎》一直到去年年底的 《庫學圖大學生》 他出來了第五十次 然後在那一次他宣布 他從去年結束以後 從今年開始 他不會再出現在《庫學圖大學生》 就是他的人生的這個歌詞的生涯 在這個《庫學圖大學生》裡面 已經畫下句點了 當然他還會再出現別的節目裡面 但他已經表明他不再出現了 在《庫學圖大學生》 新的一代也不斷的出現 《アイドルカイオ》這裡面 其實還有滿多人 像這個這幾個人 我想你們就比我熟啦 我就不介紹了 那我們再看看 下面有一些是漫畫 《アニメ》等等 《鐵塚家歐沙姆》 這個很有名的漫畫家動畫製作家 他有一個這個博物館 小型的博物館 如果各位將來有到關係去 你們要去看那個上次介紹的 叫做《宝塚秀》有沒有 那個《塔卡拉塚家》的那個劇集 如果你們要去看的話 在旁邊而已 就在《塔卡拉塚家》裡面 有一個他的小型的博物館 可以順道去看一下 那比較不可思議的 其實他是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 那比如說我是學歷史思想文化 我經常碰到學術的交流上面 有很多是醫生 非常不可思議 那醫生他雖然是當醫生 可是NASIC當醫生很喜歡去研究歷史 相當的多 所以我碰到了不少 而當醫生人去研究歷史的時候 他的成就往往比本韓的歷史學家還要高 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醫生如果去從事寫作 竟然是比作家寫得還要好 醫生因為他是一個怎麼講 很緊張 然後很緊繃的一個工作 所以當醫生的人恐怕在職業的生涯裡面 他壽命不會 職場的壽命不會很長 通常很早他就必須要休息了 我有一些醫生的朋友 每次碰到他們 其實你不要看他們這個收入好像很多 但是他們只要說明天有開刀 今天晚上一定要逼自己睡覺 如果今天晚上睡不好的話 明天開刀萬一手會抖麻煩了 因為這個是人命關天 可是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夠好好睡覺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時候晚上逼著自己要睡覺 可是他就不睡 你也沒辦法 早上起來精神不計 時間到了你還是要進入開刀房 開始你還是要開刀 所以他們這種生活其實壓力很大 精神緊繃非常緊張 另外一個還要背負的那個官司的風險 幾乎每一個當醫生的人 都有被告的經驗 而且不會只有一個月有名的 被告的越多 因為只要出一點這個錯 也就是說患者他是相信醫生是一個神醫 百分之百可以把我的認得一個病治好 萬一治不好或是惡化的話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唯以示問 甚至於就開始提告 所以他們還要跑法院 那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 幾乎每個醫生一天到晚就被告了 那這種情形其實有很多醫生呢 逼得他們不願意去轉行 那這裡面有很多case 比如說我認識一位在大阪辦事處的總領事 姓黃 他其實是我們台大萬陽系畢業的 他有一次請我吃飯 在聊天的時候他說 習老師 我好像印象裡面你有在研究歷史思想 我說有啊 他說你能不能介紹一些書 日文的書給我 我說你有興趣啊 有一個外交官 你對歷史也有興趣 他說不是我 是我兒子 我說我聽說你兒子在鳴谷屋大學當醫生 他說對啊 可是他不當醫生 他現在在做歷史研究 不想當醫生 那他說我也沒辦法 人各有志 所以如果你有歷史方面的好書介紹一下 我就寄了幾本書給他 他就轉寄給他的兒子 這種情形其實相當多 那我別人說再講一個 昨天下午 我到專案研究院去演講 那演講內容出現了這個人物 這個人物出現在鋼3 大家應該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這個人物啦 我要講說這個人物其實他是醫生世家 他是醫生世家 可是醫生世家他在行醫的過程裡面 他說為了糊口吧 就是去找草藥去看那些醫生 醫學的書 然後跟人家治病 其實也是在作戰士 救了很多人命 但是他的時代是在德川木末的時期 各位知道德川木末的時期出現了一個 外國的學問進到日本去 這個學問是蘭學 也就是荷蘭的學問 進到日本去 他去看到外國的東西以後呢 他非常有興趣 他就去醫 不要當醫生了 去學荷蘭文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學的 他學到荷蘭文可以當翻譯官 不但當翻譯官 各位知道日本的近代 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在1853、1854的時候有一位培里 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司令去叩關日本以後 日本稱為近代化 其實這個時間點 培里去叩關日本的時候 他手上還帶了美國總統的國書 國書 英文的 這個國書誰翻的 他翻的 是他翻的 那我們說那個時代是鎖國的時候 可是其實有很多船都已經想要 這個闖進日本的每個港口了 當時在長期 俄國的船隻也想進來 俄國船隻要進到長期的時候 因為大原者是鎖國 所以俄國提了一個非常聰明的手法 因為他們救了幾個日本的漂流民 就是漂在海上 然後被俄國人的船隻救起來 這個漂流民 救起來以後 他向日本的幕府說 我送還漂流民 還給你們 日本聽了也很高興 就是我們日本人被你救起來要送 那你要讓我的船隻進去 不然我怎麼送 這其實是附帶條件 他就本來俄國的船 怎麼可能讓他進到長期呢 可是他說他要把漂流民送還 所以就讓特例讓俄國的船隻進去長期 這個例子一開 其實就是門戶開放 那麼當時誰去當翻譯 我看到資料 這個人去當翻譯 太恐怖了 所以在木末的時候 他懂荷蘭文 他懂英文 他懂俄文 我就繼續查這個人 查下去不得了 他翻譯了世界地理書 語言的書 國防的書 種種 靈靈種種加起來 他翻譯了一百六十幾冊 不得了的一個人物 所以這個醫藥從事別的都非常的有成就的 這個人我想應該也不例外 當然那個醫學系很難考了 所以當醫生的這個人頭腦比較清楚 比較好 那我想是應該沒有錯了 所以這個他不管做什麼事應該都蠻順利的 我們回到這個內容來看 就是說當時代在現代的日本文化裡面 這些漫畫家用了頭腦把這個漫畫加上技術 加上科學的那些技巧變成動畫 一直變成到今天的一種所謂的Anime 這不得了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革 所以現代日本動畫的一個創立者之一 我們也必須要談這個 Tezuka 這個人 還有很多作品 都是筷子人口的 那文學當然也不例外 這些我想各位都很清楚了 像《松本青章》是推理小說裡面 非常有名的詩主 像《殺之氣》這個小說 就已經變成電影 翻上螢幕了 《殺之氣》的電影你要看得懂還很不容易 可能先看作品再去看那個電影 也許比較容易了解 司馬遼太郎他出生是在大阪 本名叫胡田定義 他其實不叫一開始不是司馬遼太郎 為什麼是司馬呢 他自己說的 他說他很喜歡《史記》 《史記》是司馬遷的作品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筆名變成司馬 那這個通常這個太郎 我們都說一雞大陸二姨有沒有 一雞大陸然後雞大陸三郎怎麼唸 三部陸有沒有 還有五個陸如果他有五個兄弟 他排行勞務他就四國陸 那這個大陸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到這一位 他一定是長男 那這個寮又是什麼意思 這個寮就是說遠的意思 很遠的意思 就我很希望有一天成為司馬遷 可是司馬遷的成就不是我胡田能夠做到的 一輩子都做不到 離他很遙遠 所以我的筆名就用西巴劉達洛江 他曾經到台灣來 那麼跟李登輝先生有一個對談 台灣記型這個對談 那重要的文學成就主要是在描寫這個 江戶末期的小說 但是其實他有很多作品 也不一定是江戶了 曾經好幾次都是這個 在日本每年會計年度結束的時候 都會公佈每一個領域的納稅的前幾名 前五名吧 還是前十名 所以你這個有公於國家 你繳了多少稅 那在作家這個領域 他就有一個排行榜 他經常是排行很前面 不一定是第一 那我們台灣也有另外一個作家 這個各位也許知道 他也是經常排門第一、第二的 叫陳順成先生 好像是宜蘭出身的台灣人 當然最後一直都住在日本的神戶就是 還有一個星星一 某一、科幻小說的 牟尼幼感好像跟他親戚的關係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代表 那 童景康隆 科幻小說 推理小說 這個也是相當有名的一位 以文學為背景 然後去從事寫作的一個有名的作家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講 最後一講其實 我之前也都講過了 就是安定的成長期 也邁入到1980年代 所謂的巴黎就是泡沫 泡沫的時候讓大家很興奮 因為那個時候經濟時代 是太景氣了 1980年代 尤其是差不多1985到1990、92的時候吧 泡沫經濟 到泡沫經濟瓦解 進到平成這個時代 日本的這個文化也是有他的 很多很多的這個變化 我們看一下 1980年代到1990年代 1990年代 出現一個日本泡沫經濟的這個現象 那麼 就是說 泡沫經濟 從 非常景氣的時候 一直到零的時候 那個速度是相當相當的快的 那這個是日本政府也好 老百姓也好 產業界的 經濟界的 財經界的所有的人根本都是預測不到的 他們都認為說泡沫經濟既然是破掉了 要再恢復回來應該很快 三五年就可以回來 可是沒想到現在二十幾年都回不來 非常恐怖 各位知道日本的國債現在有多少 他已經用光了 日本的國家欠的債跟日本自己所有的資產 兩個相加減以後已經 那個一千兆已經沒了 所以現在一億兩千萬人口 把他除以一每一個人 那個嬰兒剛出生 如果用日本國家的負債額來分攤 要他負擔的話 一個嬰兒馬上一出生就背負880萬的日幣的債務 這麼高 日本並沒有好轉 可是各位 因為我們學日本文化時 要想一個問題 文明開化 你想想看 明治開始我一直在講那個山崩馬西拉 文明開化 復國強兵跟這個還有一個職產新業 我幾乎一半以上都在講文明開化 為什麼 因為文明開化你是看不到的 可是文明開化這個時候你去解讀很有用 為什麼日本的經濟已經低到這麼低米 錢已經借到這麼厲害了 經濟已經到了谷底了 可是這個國家還不會倒 還不會倒 誰告訴我 有沒有人想這個問題 如果這種現象發生在台灣 那台灣是不是跟日本一樣不會倒 你們有沒有想這個問題 誰告訴我 你們有大事 好 這樣我問你一個問題就好 好 假設你有錢存在某一家銀行或者是郵寄 那今天台灣突然發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比如說中國大陸打過來 我這打個比例而已 中國大陸大概不會打過來 因為我小的時候就被嚇到現在已經快60歲了 說中國今天要打過了 打到現在還沒打過了 但是他可以壯大我們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台灣人一直有危機 那他的飛彈一直對著我們也是事實 那如果真的打過來 比如說今天有一顆飛彈落在台大的操場 但是你郵寄裡面有存款300萬或者是500萬 然後政府就說現在有危機了 是不是非常時期了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逃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把那個300萬500萬領出來 會不會 有人說會有人說不會 但是那個如果在日本會去領出來的比例 應該很低啊 應該很低啊 你到韓國去 韓國人會去把他錢領出來的可能更低啊 因為他們有一個沒有國就沒有家 所以這個國家的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既然能夠幫助他 我們就要挺到底 所以現在其實他不會倒 我的解讀是日本人存款很多 都借給日本政府 不能把他領出來而已 如果一下子對越領出來 日本就倒了 可是他們不會讓日本這個國家倒 這個是民主性 這個是從文明開化 從文學素養 真的你看不到的這個角度來看的 好 我們再看看 Konjo天皇 這個念的名字 金上天皇 Konjo天皇 那是第125任的這個天皇 現在已經過了26年了 那主要就是這個皇太后 Mitchko 她是一個算是平民下嫁天皇 應該是第一人吧 她是那個Nissin的那個老闆的女兒 在那個時間點他喜歡這個Mitchko 因為Mitchko是當時是一個大美女 而且是非常有那個怎麼講 有品味 各方面都很好的 那當時的皇太子就是現在天皇 看了就喜歡 那有一次剛好有一個機會 他們也不知道是刻意安排 還是真的很巧 我認為是刻意 在那個Karrizao 親緊著打網球 這網球一打 打了以後 她就是要了 可是據說這個 扎賀天皇的太太非常的不滿意 所以其實他們最後結了婚以後 他們夫妻是很恩愛 可是跟婆媳之間好像這個 這個問題滿多的 那還有一個事情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這個是跟宗教有關的 奧姆真理教 奧姆新立教 它是日本民間的團體 現在當然被稱為一個邪教 1984年創立的 那個教主一個叫做馬元彰晃 現在還被判死刑 好像還沒有被槍斃的樣子 時間是在1995年的3月20號 他策劃了一個東京地鐵的砂林毒氣事件 那麼因為這個砂林這個毒氣是無味無臭 然後你都聞也聞不出來的 也沒有味道的 那他去放在地鐵的車站這樣子 當你感覺到的時候 能活下來已經算是不錯了 死了很多人 那個上千人吧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追了 就是奧姆新立教 後來他說是2000年其實有破產 現在已經瓦解了 但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奧姆新立教現在在背後運作 還有很多有錢人繼續信那個教 那日本政府其實也知道 只是慢一步去抓他而已 日本政府很後悔 因為後來警示廳從事這個工作的人 退休以後先生說法講了說 其實他們已經思考再過幾天要去抓他 他們也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動作 但是動作比他們慢 沒有抓 就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情 那在那個就是山邊的森林那邊 找到他們的基地 那他都叫人家說要吃素啦 要節儉啦 要做什麼等等 可是警方破門而入去開始搜索的時候 馬眼彰房他的冰箱裡面都是大魚大肉 都是高級的高檔的這一些料理 這讓大家非常的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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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非常有創意的一位導演 但是他怎麼講 有一次車禍撞得幾乎不成人形 可是救回來 很不容易的救回來 所以他臉是整形了好幾次了 他這個演戲其實演得很好 那演而又得導 所以他導演 主持人 甚至於到大學去上課 非常有人氣的 特別是在1997年他的一個作品 叫做《Hanabi》 也許各位看過就得到了一個大獎 第五十四屆的威尼斯銀展的一個金獅獎 其實他有很多作品在日本 甚至於在海外都非常的賣座 那文學的這個部分 比如說以這個 Irno Dorigo 川端康城他的作品 改編的這個電影 這個不斷地被搬上螢幕 而且那個創出的這個票房 也都快至人口 也就是說以主流的文學 然後去這個把他的作品 用電影的手法製作出來放映 也獲得到很多觀眾的這個好評 當然我想他頂著一個光環 大家也想要去看 就是他曾經得過這個諾貝爾的文學獎 這個也是得過諾貝爾的文學獎 那個日本當代著名的 所謂存在主義的作家 他出生在四國非常偏僻的一個山村裡面 在東京大學修過華國文學 那麼他其實就是1957年就踏上這個文壇了 那是日本第二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人 那他得了獎以後我們曾經邀請他到台灣來 然後中演院我們當時的文件會都有請他來 他的作品不太好懂 要多讀幾次才能夠了解他的生存的意思 那最近我還在電視上看到 他已經很老了 但是他最近出來呼籲 就是說他是一個反核的代表人物 就是說核能發電這個東西 將來可能對人類的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前幾天我還看到他上了電視 還有一個是村上春樹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現代的作家 那挪威的森林恐怕是他最暢銷的小說 長篇的小說 在日本賣了四百萬個 其實掛著村上寫的東西一出來 幾乎就是Besosela這樣子 但是大家把他喊說 他是最有能力得到下一任的諾貝爾文學獎 已經喊了三年了 三年都共骨 所以你現在如果再去跟他提這個事情 他很不高興的 所以因為就是所謂的叫好不叫做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他壓力很多 因為每年第一個想到就是他 尤其在日本 就說诶 諾貝爾文學獎快要發表了 哦 是村上春樹這樣子 每年都共骨 那明年怎麼樣也不知道 這個對他壓力很大 那在台灣的確具有相當的一個知名度 現在村上春樹的一個研究的重鎮是在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已經四、五年前就開始做他的一個研究計畫 一直到現在他們投入很大量的一個 這個人力跟經費 來做未來有一個三年的計畫 這個三年的計畫會做得比較具體一點 那這當中可能第二年或是第三年 這個會跟我們台大 我現在在負責這個日本研究中心合作 來辦一場論壇 這個論壇 當然我們希望趕快把村上邀請來 因為等到他得到文學獎的時候 你是請不動 就算請不動也沒有那個錢、戶 像之前我要請那個Donaldo Kim來 那麼就請泰田老師再輾轉的去找一位他的學生 那個學生是美國籍的日本文學的教授 大東文化大學的教授 講了老半天說好了要來 最後還是沒來 那沒來的原因說他很累 這個剛回去美國 其實他現在已經變成日本人了 因為三一大地震以後 他說他被日本人感動 所以他想要成為日本人 他就把美國籍改成日本籍這樣 那其實我之前還找一位 那其實我之前還找一位 然後三年前 四年前了吧 找他跟他說我們台灣大學 然後我要邀請他到我們台灣來演講 他世界到處跑 日本文化研究的可以算是第一人者啦 就是沒有來過台灣 那當我要請他的時候 他很高興馬上就答應說 我要去台灣大學演講 當時他89歲 我能趕快去跟院長報告 其實是去跟院長要錢啦 我說這個錢要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的價碼很高 而且來的時候他要做特等艙 機票是兩倍吧 可能兩倍以上 不打緊 他還有一個隨戶 隨寵 這很高 然後院長說要那麼多錢 我說不然的話請不來這樣 都說好了 院長也批了 就是給一筆這個很高額的錢 就是準備請他來 然後他信也回給我了 正在籌備的時候 那一年89歲 就過去了 就是去世了 還沒有來演講的時候就去世了這樣 非常可惜 對我來講 就對大家來講也是非常可惜 後來我就講說他應該有一個有弟子吧 他有弟子 哪一個比較有 後來就找到他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弟子 清木寶先生 這個清木寶先生也是透過這個日本的 一位中國籍的教授 叫王明 王教授來幫忙介紹 認識 因為他當時要來是很敏感 因為他是有官在位 而且那個官位是文化廳長官 文化廳長官 所以在邀請的過程裡面還是有一些波折 就是說現任的文化廳長官 因為跟台灣沒有什麼邦交 所以要來可能比較難一點 我就等到他卸任 可是他一卸任我們就邀請他 他就來了 大概三年前我們就邀請他過來 給我們演講 給我們指導 那在指導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日本研究 要朝哪一個方向去做 去走 那麼應該如何去做 我想這個是他給我們很多的這個idea 就是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之後也會繼續的把這些文化人 繼續跟他們有交流 邀請過來 那再來就是若者文化 街へ出的若者たち 所謂的ヤンキー文化這個部分 那技能改有很多這個star 或者是idol 所謂的偶像producer 變成製作人等等 還有音樂以外的這個電視文化等等 像這個東西我想anime的game 修堅修年這些 日本有一家錦音社 他們這個發行這個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連載的漫畫畫顯量算是很高的 這些東西在台灣也是很受到好評 這個翻譯的這個作品其實都很賣錯 我大學曼我一屆的學妹有一位學妹 她用筆名就是我說翻譯很有興趣 所以她就專門在翻譯類似這樣的一個作品 翻譯了幾百本 就她很有興趣 她自己先看 看完以後她就翻了 我不知道她翻了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名字是她 有一次她碰到我 她說其實那個筆名就是她 但是我不知道而已 オタク 我想這個現在年輕人很怕人家講這個オタク 但是オタク有時候也是滿危險的 這個オタクゾク 這個怎麼講 像邱衛苑其實之前也有個 Mussabetz 察知真二間 跟我們前不久的那個地鐵殺人那個事情 兩個對照的話 其實現在還在查不知道原因 但是很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是不是這個樣子不知道 所以現代的這個文化裡面 年輕人怎麼樣去定位 其實我們當父母的 當老師的 也要多關注這樣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像這種角色的扮演 另外一種活動 我想你們比我們更清楚 一年有好幾次在我們的這個台大的體育館 繞了好幾圈大排場 據說他每辦一次後面的商機都是算億的 不是億 好像上十億以上 那個商機很大 當然我們體育館租金也收了不少 就是我們體育館很貴 那個租金聽說一天要幾十萬 相當貴 好 這個以上 我想後面這個我就沒有針對這個內容 去比較仔細的跟各位介紹 因為這個現代的東西 各位其實還滿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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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